火星车和着陆器平台运送到火星轨道上 运送到轨道上以后 它实行会缓慢地下落 走到火星上去开展 开始自己的探测 我想我们也会按照国际上的发展规律 接合我们中国的特点 进行下一步的火星探测 或者跟深远的新兴机的探测 这很正常 而且目前我们正在论证过程中 火星探测最大的难解 是深空的测控 因为距离远了 比方火星探测4亿公里 比我们的月球探测远了1000倍 我们目前的技术 和我们国际的经济势力 都是允许的 都是可以实现的 是更新的 就会论的 是更新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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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 如果是更新的 你也论得更新的